从米兰市区出发到米兰国际机场马尔本萨机场 车程大概30到40分钟左右 那么我们还有10分钟马上就要到机场了 乔包们已经拿着行李 已经陆续了到了机场了 那么到了这里机场 还有很多人 因为它有个别的航班还是没有关闭的 这里有一个进去登机的地方 在门口都是由警察守着的 无量随便的进去 那么今天中国的侨胞登机口 在这里现在是2点47分 那么侨胞们都已经很早的在这里排队了 那么离登机可能还要三个小时吧 这里已经有很多的侨胞在这里存在了 也有小朋友 老人都有 现在我来到了米兰马尔本萨机场 现在是在T2机场 那么今天中国侨胞大臣的东方航空公司飞机将在这里起飞 现在是下午3点钟 那么我右边的已经很多的侨胞已经在这里排队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各种的防护措施 侨胞已经陆续的进来了进入办理登机排 他们在这里排队已经排队了很多人 那么现在上3点52分 侨胞基本也已经都陆续了 已经到里面了 现在剩下的也不是很多 初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有些是在这边做工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也是在出来探亲旅游的 那么现在呢 也签证期也马上就要过期了 所以呢 他们也就赶紧的要回国 还有部分是留学生 那么我今天进来协助乔邦登机回国的工作呢 一个是疏导这乔邦到哪里去排队啊 然后维持一些秩序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购票临时是 所有的系统报名购票 然后有些乔邦呢 是还没有被确认的 所以他们呢 在这里要排队等候 做了一个现场候补名单的这个登机 等所有登机结束之后 如果有空余位置呢 就让这些乔邦也回去 让他们也买到票 尽量的让他们回去 就在刚刚呢 米郎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过来了 非常关心的这些乔邦 那么现在也是晚上六点了 那么乔邦呢都已经 办好登机了 都已经在飞机上了 那么在飞机上呢 还要经过两次的检查身体 如果有发烧症状了 还是不让回去的 那么因为他的售票系统是通过网络的申请 那么这里呢 还有几位乔邦呢 因为没有买到票 所以你还在这里的 等没有回去 到时候他们也在等一个机会就是 万一有哪位乔邦如果检测 体温发烧了下来 然后这里再征服一位上去这样子 下午我们从三点钟到这里 帮助乔邦协助登机 那么现在是七点钟了往上 所以最后一位旅客也登上了大城的东航的飞机 夜幕已经降临 我呢也马上启程就要回家了 那么经过今天这么一天的工作体验 让我感触还是挺多的 收获也挺多的 今天呢 米兰总理事官也派出了五位工作人员来这里帮助这些乔邦 积极地和航空公司沟通协调争取 让每一位到机场乔邦都能达成这个航班回国 那么说明这个我们中国政府 被我们海外乔邦这种无时无刻的关心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感到轻微与自豪